由文化部署基盤的第20改進市場成績公佈 全國優算電視業者是來競爭16個中行 台灣所謂更新科技集團是在下 包括最大眾在來的系統要進獎6個中行 交出了非常優秀的成績 年度系統要進獎 得獎的是 新永安有限界市府會有些公司 收到全國優算電視業者關注的平時眾伴眾電力 一直在上場 比賽常常在中的台灣所謂更新科技集團 這次是台下專題報道節目組 客人編集組 創新學部組 各人表現組 贏押組 年度系統要進獎頂大中行 甚至相當優秀 台術科一路走來深耕地方 剛剛上台領獎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無限感動 那我總是告訴我們同仁 站在台上雖然是我 可是一艘能夠在海上行走 非常順利走得非常好的一條船 事實上都是背後看不見的風在吹 那我上台領獎 其實我心中最感謝的就是 在後面幫我吹著風的這些好的同仁 大家的努力帶來公司的榮耀 帶來我今天有機會上台去領獎的榮耀 那我在這裡深深跟各位致謝 其中 屬於台灣所謂更新科技集團的 新安優秀電視 竟是第六次提供系統的中行 對到優秀電視額價里的 是很大的困難 但現實額價在優秀電視的經營 所謂推動 節目來料 社區服務頂面上 都不斷在在創始精進 新永安的同事呢 得到系統台的躍進獎 這個獎項已經連續了 不知道數不清的多少年 那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也覺得非常光榮 能夠一再一再的創新 得獎 跳躍式的成長呢 那我相信呢 這是新永安裡面 最棒的DNA 我們也期許他呢 這一次得獎 能夠繼續把這樣的一個機呢 傳承下去 年年得獎 新永安有限電視 在去年加入了這個台書課的集團 其實我們在所有的這個 自製的節目 在推廣這個數位服務部分 都非常用心 那我想也感謝這個文化部 在這個軍事獎的舉辦 也很謝謝評審給予的肯定 我想新永安會 我們會持續的做好在地的服務 跟提供更好的視訊給我們的收視戶 新永安有限電視 獨到在系統中拿下來連吧 這次大地共生節目 竟是在到全地報的節目中 讓人看到團隊在地親近 登記記錄的用心 我要謝謝台書課 謝謝廖直成董事長 以及各位長官們 給予我們很大的資源 以及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可以讓我們去進行一些 新聞報導也好 採訪節目之類的製作也好 那期許未來就是可以製作 更多優質的節目跟新聞 然後呈現給各位觀眾朋友 做到今時中比賽 讓全國優算電視有機會進行交流 也讓人看到路在地 就路國際的感慨 未來新永安優算電視 將繼續努力 跟上郵節服務 帶給台南的鄉親 記者總會報答 我們下集團